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几天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就是军演 解放军的军演还在持续 当中在基隆北方的一个重要军演海域 北方三岛在实弹操演范围 但是还是有渔民冒险的出海 前景状况交给林陈佑 各位观众 现在记者人的位置呢 就是在基隆的正兵渔港这边 然后呢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虽然解放军的军演持续 可是呢在渔港这边 依旧呢是有渔民 今天一早就来到渔港这边作业 然后在稍早的时候呢 我们依旧是有看到渔民 在卸下渔获 也就是说呢 今天其实虽然说军演持续 这些渔民依旧是照常的出海 而且呢现在也看到 有不少的渔民 那么稍待会呢 也都会有继续的 来把这个油加满之后 船只加满油之后呢 就会再出去出海去捕鱼 那么在这一次的军演呢 其实基隆的重要的海域 北方三岛这些重要的海域呢 就是列在这一次的演习范围之内 也因此现在有不少的渔民都觉得 现在正是在捕小卷啊 然后呢捕小卷的旺季 可是如果被这个军演影响的话 恐怕会影响生计 因此呢 还是有照常的出海捕鱼 然后现在呢 在记者的左手边 你也可以看到有不少的渔民 现在是在处理这个缆绳 因为呢这个缆绳在处理完之后呢 他们预计稍待会 仍旧是会照常的出海捕鱼 那么在这边呢 我们也访问到了这个船长哦 我们来询问一下 到底这一次的军演哦 对于整个渔船的捕捞 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那么船长早安 那船长我们想问一下 因为其实现在这个大陆 解放军演正在进行当中嘛 那对于渔民的捕捞的作业 会不会有一些的状况 哦 我们捕捞的地方哦 那个渔漆 不是他们演习的地方 他们演习是在有区域的 但是我们那个地方 好像没有影响到 我们没有不影响到 我们捕鱼的那个作业 所以等于说那个地方 虽然说已经有划设出 那个演习区域了 可是你们会避开那个区域就对了 对对对 他有划分演习地区 我们只要不要进入他演习地区 就没事了 那附近会有相关的人员 可能在寻守吗 比方说就很担心这些渔船 可能真的到这个演习区域里面 哦 但是因为我们也怕危险啊 我们也不会随便进入他们演习区啊 对 他们演习区域 那他中共这个反面如常 万一给你发生什么事情炸到什么的 我们自己要负责啊 谁谁赶进去 还是尽量避开啊 那现在其实在基隆这边有主要会是 捕捞什么动物的一些 我现在的季节是在捕捞那个鱿鱼啊 套丁啊 套丁啊 小姐 这个季节是他的旺季啊 所以你会觉得其实如果避开那个区域的话 为了要维持生计 依旧是会照常出海 对啊 还是照样出海 看到您的那个一些渔民 是不是也在整理阑神 是等一下就要再出海去 对啊 等一下我们都有啦 冰加一加 我们就马上就出海了 谢谢 好我们非常谢谢船长 谢谢 好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刚刚船长有特别点名 虽然说这一次的演习区域 当然包含了这个基隆 北方三岛都列在这个演习的区域里头 但是呢 只要能够避开这些演习区域的话 原则上他们是依旧会照常出海的 因此呢 我们现在看到呢 在这个记者的左手边这边呢 依旧是有渔民在整理阑神 那么稍待一会呢 他们这个渔加一加 就会在出海捕鱼 那么另一方面呢 也有这些渔民正在这个 修补这些破掉的渔网哦 那么修补完之后 稍待会也是会照常的出海捕鱼 因此呢 虽然说这一次的演习 包含了这些北方三岛的区域 但是渔民为了生计 避开这些演讯区域的话 依旧是会照常的出海捕鱼 以上是我们在基隆正面云港 所掌握到的最近状况 我们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 好 现在全用再来看到的是呢 解放军在军演第二天 新竹的空军基地 在稍早有两架战机挂弹起飞 另外还有四架在待命当中 叫记者蔡品宏 好 主播各位观众 持续来代言关心新竹空军基地的 这个最新动态 那么就在稍早呢 是八点半的时候 有两架幻象2000是挂弹起飞 而在九点的时候呢 也同样有一架空军运输机呢 是降落之后又再度起飞 而在刚才月末是9点50分的时候 原本八点两架飞出去的这个幻象2000是已经回来基地补给了 而他中午的会不会在执行任务呢 就还要再来观察 因为其实呢 在后方的停机棚里面 在机堡里面呢 其实还有四架幻象2000也同样都是在待命状态的 随时准备要来出任务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在昨天这个整个共军的军演开始之后呢 双方也就是解放军以及我们台湾军方双方进行的操演 已经回忆是如何 马上带你来看一下 那在昨天呢 其实在他们的沿海东部战区 这东西战区这里呢 其实他们的火箭军部队呢 对台湾的东部外海的预定海域 也就是他们实施军演的这个区域呢 实施了多区域的导弹发射 那解放军呢 他们是声称说全部精准命中这个目标 那除此之外呢 也有消息人士透露 他们在福建一带呢 其实也有这个新型的多管火箭炮 PC-L191型呢 驻扎在这个福建省的厦门市 而这里呢 是离台湾最近也是对我们来说 最具有威胁的整个配置之一 那么在昨天的这个东区战区呢 其实包含说像歼20等等的战机呢 也有在联合演讯进行出动 那么在解放区这边演讯之后呢 我们台湾方面的演讯又是如何呢 昨天呢在屏东呢就有民众目击到呢 是有自走炮以及榴弹炮等等 那么重炮射击训练 那军方回应说这是天雷操演 而民众又目击到说在恒春机场这边呢 其实有多架的阿帕器 战斗直升机 以及无人机呢 都来进驻恒春机场 那么军方回应说 这是在进行这个陆空联合作战操演 那么另外一部分呢 在台中清水的这番载聊呢 也有实施火炮射击训练 一共是射击了42发 那他们声称是 例行保养的射击训练 军方的回应都是说呢 这些操演这些训练 都是既定的训练项目之一 与这一次解放军的军演 是没有关系的 但其实呢 现在时间点非常的敏感 所以呢外界也解读说呢 这些军演呢 其实也就是来回应这个解放军来说 其实台湾的这边 也是都做好准备的 那其实呢 在昨天呢 还有五枚的这个飞弹 是落在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 而其中四枚呢 是有越过这个台湾上空的 那也引起了部分民众的恐慌 不过呢 国防部的这边回应是说呢 其实飞弹的落点 他们都有全盘的掌握 而且呢 昨天飞弹呢 其实是在大气層之上的 所以呢 在这目标过高 而且没有要落在台湾本岛的情况下 我们就不会出动爱国者飞弹 来进行拦截 也要请民众是不要过度的恐慌 那以上是现场这个追尽情况 我们把时间镜头再交换给同类主播 好 再来看到呢 在小琉球的部分 这是距离最近的一个军演的地区了 那么今天在小琉球 今天第二天的状况 我们中天新闻团队呢 也前进了海上 我们记者也登船 带你来直击 现在最新的现场 我们带你一块来看 好 主播各位观众 中天新闻团队与您一起来关心 裴洛西议长 离台之后 中国大陆实行三天军演 目前的最新状况 那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 是位在于屏东的小琉球 那我们透过镜头画面可以看到 目前远处的地方 其实就是距离这个 中共军演第六区的部分 9.5公里 距离这个琉球 9.5公里最近的一个部分 那由于这次中国大陆军演的区域 区分为六个区域 那包含的部分 几乎是围绕了整个台湾 因此这个军演也被解读为 这个围台军事演习 那其中最受关注的其实就是 目前记者所在 位于第六区的部分 也就是针对这个高雄 屏东南部区域的部分 那因为距离小琉球只有9.5公里 可以说是相当的接近 因此小琉球的渔船 在这三天的时间 通通是禁港没有出海捕鱼 因为也避免受到这个军事演习的影响 但是有不少渔民也纷纷表示 因为担心这个飞弹试射的关系 因此都先禁港壁风头 但是也不免抱怨说 因为这三天的这个演习的影响 大概也损失了十几万 不过透过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海上 目前状况其实是比较平静的 并没有看到这个任何军事演习的一个状况 不过这一次的演习 让这个不少民众原本规划到小琉球旅游的也都有纷纷的取消 那除了这个海上的影响之外 这个航空的部分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不只这个渔船部分无法出海捕鱼 那其实航空部分也造成了不少的航班取消跟变更 那其实国内不少人也呼吁这一次的军事演习 双方都应该要冷静的处理 尤其这个目前两岸紧绷的一个状态 位于这个前线 金门县长的 金门县长杨正文就表示说 因为裴洛西访台牵动这个两岸神经 那曾经经历过这个金门战争的人 是不太乐见这样的事情来发生 那他们是呼吁当局能够以国家整体利益为考量 不要再把人民推往这个战争的边缘 那以上是目前在小琉球第二天的一个状况 那随时有最新的消息 我们随时为您插播报导 我们把镜头加完给同类的一个主播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它比较温和 一定要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 但是呢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好就可以买到